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是害他语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是害他语的人 也就是说凡事要求真 而不是说胡伦吞长 今天新说文解词 要解释阳装的阳这个字 一个人在知阳 一个人在一只羊 到底是人假装成羊 还是羊变成人呢 其实 人跟羊的组合是这样的 人披着羊皮 装成羊去取羊奶 所以羊是装的意思 因为在人类还没发明神子的时候 这些羊都是善养在野外的 所以你如果要在野外去找那只母羊 去取奶的话 你必须要伪装成小羊 这样才能够靠近 但是如果发明了神子以后 就可以把母羊给拴起来 你就可以去取羊奶 所以这个字相信它是一个很早很早以前就有的一个字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羊 所以羊有装的意思 例如卫装 就是假装的意思 比如说 他羊装不知情 借以推卸则类 这个车子为什么会跑到铁轨上 我不知道啊 我有拉手刹车啊 到底有没有拉 我们也不晓得啊 可是后来发现 记忆卡的时候才知道说 啊 车子 真的是滚下去的 但是记忆卡能够录的话表示没有熄火啊 没有熄火 就有可能 他 没有拉手刹车 所以才会跑下去 所以 这个是羊装 假装不知道 借以推卸则 很多人不懂 却 羊装很懂 明明自己在乱 却说别人在乱 这种人很多啊 啊 自己不懂 都说别人 别人不懂 哇 这个人讲话很大声啊 比如说 有人说 臭症 就是道丁 而不是斗症 其实我们看到下语都念 落语 看到臭症就念斗症 这样你了解这个意思吗 但是我要让你知道他的原有 所以我今天录这一个影片 到底是真的懂还是洋装很懂 我们来看一下 我拿正鱼来给你看 你就知道 我拿正鱼来给你看 你就知道 秦朝野史第十九回里面 这边有 辩大家斗粗浅吻 道粗浅 斗粗浅吻 道粗浅 但是为什么你会说用臭粗浅 因为国语是用臭粗 台语是用斗粗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国语的下语 就是台语的落语 我们看到下语念的是落语的音 看到臭粗念的是斗粗的音 你只要看到 有没有斗粗的文献就知道了 就知道他是不是同意赋诗 如果是同意赋诗的话 就代表国语是臭 台语是斗 这就是我同意赋词的理论 我陈博士同意赋词的理论 好 斗粗就等于斗粗 因为这个字很难写 所以现在都简写为前面这个斗 它是臭和也 这不是我写的 这网路上的一些汉语字典的文献 是臭和也 所以今天有网友也跟我讲 这个臭正就是臭和也的意思 其实它就是斗正才对 台语就是斗正 诸子语类卷六十四 你看哦 词子将别人语言斗臭成篇 因为斗就是臭的意思 这两个字叫同意赋词 好 这个臭跟斗 其实你可以看臭的发音跟斗的发音 这个斗的发音在白读音就念作道 最右手边下方这个念作道 其他的音都不是 其他的音都不是 所以国语的臭就是台语的斗 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这个臭这个字 因为他的音在古代是有边读边 所以他的白读音 你可以看一下第二个音 他念作照 奏 奏请皇上知道的奏 所以他念作照 那如果是斗的话念作道 所以我们分清楚的吧 你看到臭念的是斗的音 所以三国演义第一百回 他说汉兵节在破朝兵 武侯斗阵陆仲达道丁 那这个斗阵 本来是指两军在一起斗阵法 武侯的兵马跟仲达的兵马 在那边斗阵 后来就引申为在一起的意思 因为他们在同一个地方在斗阵法 所以叫在一起 就是用斗阵 所以国语的凑出就是台语的道唇 因为斗阵是同意附词 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来验证 我从头到现在录了两百多个影片 都在讲同样一个规则 从来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但是很多网友还是说我错 是因为他都没有在看我的影片 只在看答案 没有在看理论 如果喜欢这个知识性的节目 欢迎订阅打开铃铛 解说完毕 谢谢 多谢 乐来 安之赛 请逢你